大家好 欢迎来到十之八九 印度神童阿兰德之前 成功的预言了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 而且他对Delta病毒的预测也被说中了 就最近看Omicron病毒的发展趋势 和他之前几期视频中预言的也很像 大家没看过的可以去看看上面这几期视频 不过今天我们主要还来看看他最新一期的视频 讲的主要是对2022年的全球经济情况的预测 今天我想谈谈2022年的经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重大的主题 它需要大量的分析和深入研究 我已经在过去几个视频中讨论过这个主题 您可以参考那几个视频 我们尊敬的观众还要求就具体的日期范围 对经济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这也非常重要 所以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将结合我们要讨论的所有的内容要点 尤其是与经济有关的内容 以及它将如何在未来两到三个月内影响世界 这将是一个非常短的范围 对特定日期 经济预测的详细分析 我们将在今天的视频中 看看这些特定的情况 首先 经济是否很强劲 这是一个许多技术分析师真的很难回答的基本问题 有一件事情很容易看出 目前的经济情况并不景气 那就是它正处于一个充气阶段 这意味着它之所以强劲 是因为它正在被充气 由于不同的中央银行 在之前的一年半内印刷品供应过剩 这个充气被打到了流通的货币总量里面 从而推动了大多数市场前所未有的激增 导致了泡沫膨胀 这种膨胀变得如此巨大 导致很多市场即使还处在重要的恢复阶段 但却出现了巨大的反弹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几家中央银行的大量印钞 现在的问题是它什么时候会爆发 肯定会爆发 我在之前的视频中一直在谈论这个 尽管很多技术分析师说股市 将会在2022年第1季度创下历史新高 许多股市指数将达到历史新高 也会有一个很不错的1月份 但是与技术分析师所说的相反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糟糕的1月 我们刚刚看到一个非常衰败的1月 这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市场最糟糕的1月 所以目前我们实际上正处在经济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决策需要非常谨慎 不仅对投资者 而且对普通人也是如此 因为这场危机现在甚至影响到了普通人 所以首先历史交给了我们几课 第一我们目前有地缘政治危机 第二我们有着前所未有的金融流通量 所以这个泡沫只需要一个小小的针刺就会爆破 我想告诉你很重要的一点 卡拉撒法瑜伽在2021年12月10日已经开始了 我在我之前的视频中详细谈到了卡拉撒法瑜伽 你可以参考那个视频 那个视频会让你更深入的了解 我是如何准确预测1月份市场下跌的 它也包括了几个问题的答案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一看 现在我们明白经济并不是真正的强劲 下面会发生什么情况 它是一个泡沫 它将破裂 将会有一个重大的修正 这将是非常短期的 它会使市场回归现实 我并不是说经济会崩溃 一切都将归零 那样说是愚蠢的 我只是从一开始就告诉你们所有人 从2021年12月10日开始 这将是一次非常强大和重大的崩溃 尤其是在3月和4月之间 我还没有深入研究确切的日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制作今天视频的原因 那将会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今天看来有趣的一天将会是 2022年3月16日 这时市场实际上会达到一个非常非常接地的阶段 许多梦幻般的天价市场 将会回到现实 为什么 因为在3月16日 月球的南焦点和月球的北焦点 实际上正在从最看涨的 Varishika位置移动 这在繁文中意味着公牛 而Varishika意味着蝎子 它们正移向 Misha和TulaRashi的位置 如果我们只看Tula Tula是天平的大小 它给市场带来平衡 这不是负面的 它给市场带来平衡 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坏事 这实际上是因祸得福 我们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否则 只有富人会继续致富 而穷人会继续变得更穷 经济将继续受到干扰 而有些人可能会在整个情况下变得富有 所以有一件事很清楚 无论是谁 或者发生了什么 都会有一个重大的修正 从3月16日开始 在那之前有可能出现短暂波动的时间框架 而且风险极大 所以我建议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内远离市场 从3月16日开始 当季都出来时 将会有一个强大的瑜伽 他将退出 Rashikarashi 并进入 Tularashi 罗猴也会发生类似的移动 他会退出金牛座 或者 Rishibarashi 并进入白羊座 因此 这几个方面 带来了非常看跌的立场 尤其是使天价市场跌至接地的水平 这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 有一件事就是我们的通货膨胀率会非常高 我觉得官方的通货膨胀率实际上是被低估了 我觉得通货膨胀实际上处于非常高的水平 取平均值可能介于10%到20%之间 而7.6%似乎是轻描淡写或者只是一个监督平均值 我会说它实际上在10%到20%之间 尽管我们不太确定 但这非常危险 这意味着3月16日之后会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 当然我们都知道美联署也会举行会议 这也与轻松赚钱时代结束的确切时间框架相吻合 所以我认为这将是今天视频中最重要的一句话 我们正面临着近在眼前的这个能轻松赚钱时代的终结 我在我之前的视频中发布了一篇详细的帖子 谈论的是2月18日它将如何影响几个市场 以及它如何将加密货币市场降到一个显著的水平 我们也看到加密货币市场正在下降 尤其是比特币的价格下降了几千美元 所以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为这种情况做准备 因为它会影响到每个人 它会增加通货膨胀 它也会试图提高利率来降低通货膨胀 那将成为这次崩溃的加剧或者加强的刺激因素之一 所以 首先我不是加密货币的怀疑论者 事实上我也预测到加密货币的高点 因为有些人总是对加密货币有世界末日的预测 但我不属于那一类人 我不认同那种观点 事实上我相信每一种资产都有一个市场周期 有上涨就有下跌 我发现它确实与占星数的位置显著相关 所以我绝不是一个比特币或者加密货币的反对者 我看到区块链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去中心化金融有一个陷入困境的 但是同时也是光明的未来 但是现在还不是那个时候 现在是一个进行非常强烈的修正的时候 并且2022年与2018年非常相似 也有一些差异 可能会大大降低这个价值 几乎到了2万亿美元的市场 那么在崩盘期间在哪里投资 我想我们将会以这个重要的主题来结束这个视频 因为这非常紧迫 我会做一个更详细的分析 解释我是如何计算整个情况的 因此崩盘期间在哪里投资呢 在2022年4月13日之后 黄金的价格将会非常好 在那之前黄金价格也会出现一些波动 这将有点罕见 但是这个罕见的黄金价格波动 将在2022年4月13日之前出现 因此投资必须谨慎进行 但正在寻找长期投资的人们 对没有重大风险的黄金 请以目前的价格投资黄金 不管怎样黄金将大幅上涨 我看到在4月13日之后 实际上 黄金和白银都将大幅上涨 事实上 白银也将大幅上涨 我们将看到白银价格再创历史新高 这将在2022年4月13日之后发生 这就是占星数的结果 这是因为 木星进入双鱼座 这是一个水汪汪而且凉爽的星座 也是木星自己的家园 那时候 木星作为一颗行星 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正在得到回家的享受 在2020年8月 那是他上一次在自己的位置 这意味着木星在射手座 射手座是木星的动力源 从而显著的提高了金价 这一次在4月13日之后 他又回来了 我几个月以来一直在提醒 现在很快就会到2022年4月13日 我们将看到这些资产的强劲增长 这不仅适用于投资者 我想再次强调 每个普通人也应该投资黄金 当然该视频的内容不构成确切的财务建议 他们只是我的研究和我的研究结果 所以在2022年4月13日之后 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 投资黄金都是最好的决定 无论是收入较低的人还是收入较高的人 任何人口群体对黄金的投资都是好的 黄金将在2022年闪闪发光 我希望在今天的视频中 说得非常非常准确和确定 所以 这就是我们将要看到的 总结一下 经济并不强劲 基本面有点弱 尽管存在这种疲软 但市场之前已经飙升了 所以他们回归现实的时候到了 我并不是说他们会崩溃 并且归零 就像一些报告所说的 我认为总体上 会出现重大问题 尤其是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地缘政治危机 乌克兰俄罗斯 还有很多问题 我在3月到4月之间 谈到了地缘政治危机 对于大多数看过我视频的人来说 他已经非常接近了 和平谈判可能以惨败而告终 在3月和4月之间 事态会有很大的升级 我们需要非常关注这一点 它将影响经济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随着火星与土星 在3月和4月之间的合向 而发生 在4月4号左右 将会有一个很强的火星 和土星的合向 这将进一步增加我们将面临的 经济问题的强度和紧张度 所以是的 黄金将会是解决方案之一 白银是一个更大更好的解决方案 我们还需要转向更安全的资产 并着眼于长期投资 什么时候会好转呢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看到 到2022年年底 市场 实际上会开始改善 事实上在2022年5月或6月之后 我们应该会看到一些边际改善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详细信息 也将出现在我之后发布的视频中 这就是我对经济的总体看法 我很快会带着另一个视频 和大家再见 非常感谢 以上 就是阿兰德最新的这期视频 对2022年全球经济的看法 你觉得他讲的对吗 在下面留言和大家讨论吧 顺便点个赞订阅一下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